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裁 您看 如何收拾西南这般残棋呢 今晚 你去陪陪孩子们吧 是 父亲 好 总裁 第一 同意唐瑶副总司令的提议 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 任命于成万 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 是 如果他们发生矛盾 为唐瑶副总司令的意见为事 可以 第二 他们要尽快 拿出一个在滇南生存和发展的方案 把我审批 是 总裁 那胡宗南坐镇西昌的战略设想是什么 首先 他要明白 西昌滇南虽分出两地 互为几角 但必须相互支持 是 刘邓才很难将其各个击破 从现在起 他应该用毛泽东当年对付我们的办法 从地上转入地下 从城市转入农村 大高游击战 让他毛泽东无意宁日 是 为赌注敌第八军 第二十六军 南窜缅甸和越南之路 中央军委已经奠令四野 第三十八军的151师 114师 经傅宁文山向老开进边前进 日前 中央军委已经决定 第三十八军的114151师 由陈庚指挥 好 这样就可以确保我南县大迂回任务的完成 是啊 陈庚同志就滇南战役和进军云南 做出了如下部署 第十三军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师 于今天出动 由傅宁文山向开远猛自前进 第三十九师 集十四军 于三日后跟进 截击向越南逃跑之敌 第十五军和兵团部 于五日后直驱昆明 与此同时 边纵主力一部和卢汉棋义部队的一部 也奉命南下 准备参加滇南战役 很好 点告陈庚 第一 军事行动 一定要做到保密 要造成兵从天降的奇效 第二 密切协同 打歼灭战 是 这样一来 参加滇南战役的中线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最为关键的是北线 报告 中央军委来电 念 清街毛主席来电 火军在里迷余成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冕前进 不可向其后卫 威胁或者追击 以免该敌早日退入越南 忘记分别告知前线 本此方针之行 想不到啊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 还在关心着我们的滇南战役啊 立即电令编纵和卢汉部参战部队 暂缓南进 是 宋任雄同志到广西了吗 到了 已经正式接任四兵团的政委 与陈庚同志一起商谈禁军滇南 和如何经略云南等问题 很好 说到禁军滇南呢 柴处长 你必须通过我们的内线 随时掌握第26军第8军行动的情报 我们两个军加起来才不足三万人 我们是很难抵抗共军进攻的 因此啊 我依然主张 立即把部队空运海南岛 再转运台湾 谈何容易啊 就算一架运输机空运二百人吧 那还需要一百五十架次 另外 两个军的轻重武器怎么办 因此 我主张 至少第八军应该留在滇南 开辟滇西 继续周旋 面对如此之败局 我真不知道李弥兄还能周旋几日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古人云 识时务者 为俊杰 你 你 好了 都别说了 你们看 唐弗司令到了 唐弗司令 校长回店了吗 回了 他定令我和李弥将军余成万将军 立即飞赴台湾 当面接受校长新的作战任务 是 唐弗司令 那我们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怎么办 仍然有你和彭佐新将军继续启会 是 主裁 唐弗他们三位 由猛自飞抵台湾 现在前来觐见 校长 都坐下吧 是 唐弗司令 唐弗司令 听顾总长说 你是临危寿命 干得不错 很好 谢谢校长 坐吧 玉成万 到 卢瀚对你 也算是用心良苦吧 是的 可我听说他放你回去之后 你却极其卖力地策动第二十六军 投降共军 有这样的事吧 你就留在台外 先到我创办的革命时间研究院 好好地学习吧 是 是 莫塞 在 关于唐弗副司令回滇南的任务 就交给你安排吧 是 报告 校长 据来自大陆的消息 陈庚率四兵团 已经从广西开始动身了 据说 是要奔西云南 莫塞 总裁 你即刻带着唐弗里弥二位返回滇南 亲自交代完任务后 再飞回台湾 是 根据总裁示意 既然于成万考不住 那就把第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 把武器留给你们 再扩充一个军 听顾总长的 第一 第二十六军 立即从蒙字机场 撤运到海南 再转运到台湾 二十六军撤运结束后 蒙字基地就由第八军接管 很好 二 以第八军为机杆 扩编为第八兵团 继续留住电难 三 第八兵团 下辖第八 第九两个军 唐瑶 一任兵团司令 第八军军长曹天歌 接任兵团副司令 第一金灵师师长孙继贤 继承为第九军军长 是 顾总长 我 我的任务呢 总裁说了 让李弥先回殿西自己的家乡 登高一呼 还是大有可为的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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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吗 当年我们长征在贵北 过老山界的时候 我们就曾听说 贵西的山路更难走啊 记得 你是干部团团长 我是政委 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 从贵北向贵州前进 可十五年后的今天 我已经是兵团司令了 你又是兵团政委 为了歼灭国民党军 在滇南的残兵败境 我俩居然坐在 同一辆吉普车上 指挥着最后的战斗 他想起来 他想起来 你这下车 我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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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出路 我这下车 我这下车 好,太好了,了不起啊,我军经过长途爬射,越过无数的山巒荒野,前进九百公里,我第三十七师,已于一月十五日,准时到达了猛自机场以东地区。 更为了不起的是,他们又绕过了嘎龙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的警戒线,就等着十六日晨发起攻占猛自机场的战斗了。 是啊,只要我们准时攻占猛自机场,就等于完全堵住了汤瑶集团,企图逃往越南,和空运海南岛的退路。 陈子伟员,根据这份电文,说顾助同协汤瑶礼谜,已经飞敌猛自,你看有多大的可信度啊。 我们必须建立在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上。 王三毛,立即电领我第十三军政委刘友光,命令他,于十六日晨,对猛自机场发起攻击。 是。 陈司令员,您我要不要先关注一下鞭南的战役啊? 老苏,这沙鸡烟用牛斗,一个刘友光就足矣了。 你没闻到,启锅鸡和过桥米线的香味。 人家卢瀚还在昆明城焦急地等着咱们呢。 正伟,上车吧,走。 顾总长到。 顾总长到。 请坐。 下面请顾总长去放。 首先,我代表蒋委员长,向诸位致意,温豪。 诸位部署同仁,毋庸慧言,我们国军打了败仗。 但是,大家都懂得,胜败乃兵家常事。 因此,你们在滇南,要利用丰饶的物产,敢于揭竿反对,赋逆的卢瀚。 更要敢于和不可一世的共军,一决雌雄。 要知道,这就是我们蒋委员长创建的黄埔精神。 这也是我们复兴党国大业的革命精神。 好了。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电报。 顾总长。 据可靠消息,在蒙自以东四十公里处的沙嘎龙发现共军。 并且与我在前行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 这没有什么嘛。 一,你们以义代劳,足迹远道而来的共军,胜算已定。 二,我马上和李弥将军飞往滇西,发动地方武装, 用作你们这些在前线战斗的将士们的后盾。 我的讲话结束了。 我马上和李弥将军赶往机场。 我马上和李弥将军赶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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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坐上。 坐下。 你们都慌什么。 现在还远远未到八宫山上草木结兵的地步。 你们要听从我的命令,立即准备战斗。 为争夺猛自机场 去厮杀吧 往越南和空运海南道的通道 为此汤瑶急忙下令各军向原江以南撤退 17日汤瑶又命令敌第八兵团部 及第八军于次日从建水石平地区撤退 由于原江水流关极不能涂射 再加之横贯原江的铁锁桥被国民党军炸断 他们只有站在岸边往原江而心探 祈求龙王爷的帮助 陈庚经过缜密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 决心将汤瑶集团歼灭于原江以东地区 并做了如下的部署 以第37师及第38师一步为中路 除控制猛自机场外 主力向建水石平追击 以第114、151师为左路 除以一步控制金平外 主力沿红河之境运回汤瑶集团左翼 以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为右路 乘汽车禁止河山 然后向墨江前进 赌击逃跑之国民党军 正当我军向汤瑶集团发起追剿战 并取得关键胜利的时候 陈庞帅 library 陈序驶了第4兵团部第14军一部 于2月20日进驻昆明 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市 欢迎全国成城 出élior将军 千古坤兵解放 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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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坤兵解放 千古坤兵解放 对吧 谢谢 谢谢 川普都要的万吹 川普国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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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句话 关于国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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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祖国国民解放 清风文明解放 川普国公允军 陈将军 您好 陈将军 您好啊 您好 丁大姐 我刘海医生 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共的事 但是 从现在开始 我决心致诚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定实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 及共同纲令 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云南 和奋斗 公平地说 云南的解放 首先 要感谢中共中央 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和解放大军的伟大胜利 云南地方党 和人民武装长期的奋斗 还有 卢汉将军帅不齐的结果 谢谢 谢谢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用不到线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第四兵团的政委 宋日琼统治 您好 宋将军 今天啊 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吴汉将军 我也是啊 好 咱们走吧 好 请 好 中国人是中国国费 中国人是中国国费 这位是早有三人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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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坐下吧 同志们 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也是云南省各族人民 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从今天开始 在座的同志们 就将代表云南省一千五百万人民 行使主权了 进行会议的第一项内容 宣读经中央批准的 云南省各个部门的领导成员 需要说明的是 卢主席 你们可能还不了解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就是听了这些名单 也不一定能够清楚 但这没关系 工作一段时间 就得清楚了 好 下边由宋任雄政委 宣读云南省委的成员 请中共中央批准 二月二十四日 云南省委正式成立 宋任雄任第一书记 陈庚任第二书记 其他齐名委员是 周宝忠 林李明 郑伯克 刘林源 郭天明 庄田 牛树财 好 下面由我宣读周恩来总理电令 卢汉为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宋任雄 周宝忠为副主任 陈庚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周宝忠 张冲 杨文青为副主席 下面 请安恩总同志 宣读西南军区 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名单 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 副主任周宝忠 庄田冲政 你和家壁都是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 又是边中的主要负责人 在保卫和建设云南中 要起作用啊 我一定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 做好工作 五百里钉驰 尽收眼底 难怪那些骚人莫客 能够在此写出传世的长连来啊 我可没有陈司令那么好的兴致啊 汤瑶集团一天不消灭 我就吃不香睡不好 从战报上看 汤瑶这个家伙还很顽固是吧 是的 我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 将其包围在红土坡 可汤瑶依然疯狂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现在他还有能力反扑吗 没有了 据说他们那两三千人 被我军压迫在一条狭长的宫洼里 只要我们一发炮弹打下去 就能死一大片 别别别 千万使不得 告诉战胜 把他围住 牢牢地围住 只要不让他们逃跑就行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一 加强政治攻势 劝他们缴械投降 二 要求后勤部门 赶做三千人吃的饭菜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待俘虏吗 你想想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一旦投诚过来 首要问题 就是让他们吃上一顿又香又热的饭菜 而且管购 管饱 那康瑶和曹天歌呢 一事同仁 你告诉他们二位 我陈庚这个黄埔军校的大师兄 是不会让他们饿肚皮的 据我估计 我那个两个小师弟 即便今天不投降 明天一定会投降 可惜的是 我不能在他们投降的第一时间 敢去看他们 你要去什么地方 去重庆 西南军区于2月22日正式成立了 贺老总任总司令 邓政委还是政委 我这个副司令员要赶到重庆开会去 放心吧 我一定带你处理好汤瑶和曹天歌投降的事情 好 交给你啊 我就放心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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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婷 轻属 快点 你是曹天歌吧 我就是 你们的副总司令 汤瑶藏在什么地方 汤瑶藏在什么地方 不说我可要开枪了 把曹天歌先押下去 走 走 快走 你就是汤瑶吧 没错 我就是汤瑶 刚坐飞机来就成了你们的俘虏 站起来 举起双手 跟着你的队伍走 我老了 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实在走不动了 我说你这人谱够大的啊 刚当了我们的俘虏 还摆你那副司令的臭架子 快走 我实在是让你们追得走不动了 程令长 周市长 去 把我的白马牵过来 给他骑 周市长 服从命令 要按照陈司令员的指示 再让这位汤副总司令 是 是 去吧 怎么 昌瑶 没想到 我们会来得这么快吧 龟军来得是个神速 按照古今中外的行军原则 步兵一天行六十里 最多走八十里 炮兵一天走四十里 最快六十里 可是你们用了一天的时间 走了二百多里 真是军事上的奇迹 你要记住 我们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兄弟敬佩 还有 你的一位大师兄 让我给你传个话 分九必合 只要站过来 就是了 请问 请问 我的哪位大师兄 他就是我们的陈庚司令员 陈庚司令员 陈庚司令员 对 陈庄司令员 我们居然货 没有什么 残转 你自己的陈座司令员 你自己的陈庄司令员 你学习 对 我不过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有人说 这人不能升官 这官一坐大了 他人就变小气了 你偷了人家的酒 自己不做检查 还批评起我小气来了 当年你在1290当政委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没饭吃 你炸蚂蚱给我们吃 我多晚回来你都给我陈庚留一把 后来你当了我们二爷的政委 那时候天多冷啊 你把仅存的一瓶老白干都贡献出来 你跟我陈庚说 陈庚 这酒可是好东西 来 你喝一口 保你是全身生暖 这些事情我都记得 可现在 你当了西南军区政委了 可我还是你的部下 我这厚着脸皮来讨平茅台酒都不行了 你说 你陈庚啊 给我射圈套是不是啊 没有没有 我哪敢给邓政委射圈套 没有圈套就好 说吧 你这个不善喝酒的人 为什么要偷我的茅台啊 我陈庚名人不作暗示 我来拿这茅台酒 是为了去见我一个老乡 你又在给我耍滑头是不是啊 没有 张妹 我绝对没有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在重庆有老乡啊 看来你邓政委啊 这官真是做大了 不仅人变得小气了 你这身上还多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官僚主义呗 胡扯 你要是把我说服了 这些酒统统归你 好 包括政委 我真的有个小老乡 当年啊 我曾经介绍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听说他被你关在不是白宫馆 就是渣渣洞了 我想看看他去 借这机会做做他的工作 可这个人呢 有一个嗜好 就是喜欢茅台酒 我陈庚手里没有啊 你说的 是不是宋西连啊 正是 你这个小老乡啊 关在白宫馆 就住在当年叶挺将军的囚室里 还有谁跟他关在一起 一个他的部下 中兵 还有一个是前不久被俘的王林基 他们除了在一起学习就在一起下棋 对 他从小就爱下棋 这个是好我知道 等等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情 咱这柜子里的好酒 童童归你 告诉他们好好改造思想 将来我会请他们喝好酒的 这才叫大将风范嘛 好你个陈庚 请老政委放心 有这一瓶茅台 一瓶五粮液就够了 至于咱们柜子里的好酒 等我陈庚下次再来取 好 对他们的生活要给予照顾 对他们情绪上的波动要及时汇报 去吧 你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看到你身体这样结实 我心里真高兴啊 苍会的狠 没想到 你还会来看我 喜莲 你把话说哪儿去了 你不应该忘记啊 咱们湖南老家有句俗话 叫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我们俩相见 虽然不至于哭天抹泪 但是作为老乡来看你 那我陈庚一定会的 中编 我们三个都是黄埔一期的 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 今天我们又相聚了 学长 我真是无脸见学长啊 话不能这么说 我送二位一句话 革命不分先后 只要你们站过来 我们三个老同学 就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谢谢 来 喜莲 坐下来啊 喜莲 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记得 那是在西安市变之后 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 来看我 对 那次我是奉周副主席的命令 特意前去看你 我记得当时我对你说 你是国军的师长 我是红军的师长 可十年内战 我们干戈相见 现在却又走在一起了 我还记得 你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要给日本鬼子 记上一功啊 是啊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共两党捐起前嫌 联手抗日 好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这一晃又是十多年啊 我们见一面真不容易啊 陈森林 中午在这吃饭吗 当然在这吃了 哎 张所长 今天中午这顿饭 你可要搞好啊 按什么标准执行 就按桌子上 这两瓶好酒的标准执行 这两瓶好酒啊 是咱们邓小平政委送的 他还说了 只要二位能改造好 政委本人要亲自请他们喝好酒 真的啊 你问问他们 我陈庚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没说 没有 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吧 行 张所长 今天中午这顿饭 我陈庚自掏腰包 尽量搞得丰盛一些 你这个当所长的肯定有办法 好 去吧 你们二位啊 不要有思想负担 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加强学习 最好是啊 能够多读几本书啊 是 是 大陆基本上是解放了 还在顽抗的只有我们黄埔一七的老同学 胡宗南了 我真希望他能走我们黄埔一七老同学陈明仁将军的路啊 据我所知 胡宗南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嗯 那我们也只好用武力来消灭他了 西南军区经过一天的讨论 我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一 剿匪 二 发动西昌战役 消灭残留在大陆上最后一个军事集团 那就是胡宗南率领的一小撮散兵游泳 下面 我们请西南军政委员会 刘伯承主席讲一讲剿匪的问题 嗯 沿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啊 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剿匪计划 关键是几个政策问题 刘伯承主席 刘伍承主席 刘伯承主席 刘伟承主席